Hello 大家好 我是馬友 那今天呢 見不見到我現在素顏的樣子呢 我今天就準備拍一個Foundation的wear test 而且今天心情非常之好 非常之美 我還特地借在酒店房在Rosewood拍這條影片給你看 你說看著這個景拍很難不好心情的blur 是不是有感覺 而今天這條影片我想用我的小紋身鯨魚先生做一個標準 如果你想知道為什麼的話 就要繼續看下去了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就快點訂閱了才開始看 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了 好了 現在終於可以入正題了 我平時會在Instagram分享一些我近期喜歡用的產品 無論是胭脂、highlight、eye shadow、foundation、唇膏、陰影、什麼都好 那我之前有一個產品 post了之後就很多人問我 但是但是但是我隔了很久才拍這條影片 為什麼 因為我發現我很喜歡用的粉底 原來還有很多不同的formular 所以我就特地想做完功課 做足功課才來拍今天這條影片 而這個粉底是什麼呢 它就是不見了 在哪裏 咦?在哪裏? 這支CZ Cream Foundation 我想說我在這間酒店房找到這個放題鏡 啊 大家看看 其實這支CZ Cream在年多前我已經用完整支了 當時我是在美國的Sephora買的 但是自從IFC有了Sephora之後 It Cosmetics都登錄了這個香港了 因為它被我發現到它這個系列 不單止只有這支Foundation 它另外還有兩個不同的系列 這個 沒錯 讓我現在告訴你它們有什麼不同 那首先我當然會用上Primer 在我這半邊面用上我這支經常用的CZ Cream 而我這邊就會用這支粉紅色的Illuminating 比較亮一點的CZ Cream 給你們看效果 第一樣已經可以告訴你 就是這支CZ Cream有什麼好 沒錯 它有SPF50度的物理防曬 which是很少很少Foundation 因為去到這麼高 那我平日就喜歡用Beauty Blender 上這支CZ Cream 那我怎樣留意到這個brand呢 就是我上網看的時候 看到很多人說 他們皮膚很多暗瘡 很多暗粒 甚至乎是有濕疹的時候 他們都會用這支CZ Cream 所以我才開始研究It Cosmetics這個品牌 接著我就看到It Cosmetics這個brand stands for Innovative Technology Cosmetic 所以他們的產品裡面就放很多 Anti-aging和護膚的元素放在化妝品上面 所以就引起我的注意 去試用這個品牌了 那我只是這半邊面用了這支CZ Cream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皮膚已經看上去是 就是皮膚超好 我經常拍粉底的時候 都很講究 那個粉底要看上去像皮膚 那這個是我其中一個很喜歡這支CZ Cream的原因 真的很真實 不像是塗了很厚的粉 就是這邊是很多瑕疵 這邊的感覺上是 嘩 是不是很大分別 但是看上去都很像皮膚 就是你不會覺得很厚的粉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喜歡 而且我只是塗了一層而已 那Anyway 好啦繼續 我記得我當時買我第一支It的CC Cream之前 我就上網看 我就見到Tati有說 他用的時候 他一向都敏感SPF的產品 他就覺得他用的時候 有一點點癢 但是他覺得很漂亮 那我就在想 試不試好呢 就是我會不會敏感SPF 但是因為我從來都沒有試過敏感任何SPF的產品 所以我就買來試 然後Turns out我是很喜歡的 第一是因為首先它是在CC Cream的世界裡面 是極度之薄 而且你很少看到歐美的品牌是有出CC Cream這個產品 你會看到他們有出BB Cushion 或者是普通的Foundation 但是CC Cream的確是很少的 在luxury brand裡面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吸引到我去試這個It Cosmetics的原因 為了讓大家更加容易清楚這三支Foundation有什麼不同的關係 但是我特地用了很多時間去研究這個Chart 叮 沒錯了 這個Chart上面有很多不同的項目 看到嗎 很多什麼控油啊光澤啊 對了 五隻瓊魚為最高分 那這三支CC Cream都算是Buildable的 何謂Buildable呢 就是很多時候你上粉底的時候 你塗完第一層之後 你會想上多一層 感覺上遮瑕度比較高 但是呢有些粉底呢 你塗了第一層之後 你再上第二層的時候 你會明顯地看到第二層的粉底 好像很浮 而且呢 不是很Blend 都進去這些皮膚裡面 但是這支粉底呢 是絕對Buildable的 那所以呢 如果你覺得那個Coverage不夠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再加多一層在上面了 跟著就是持久了 持久呢 我都是給四隻瓊魚的 控油方面呢 我就會給三隻瓊魚的 它在控油方面呢 都不算是非常的強 因為如果控油很強的話呢 它就會take off了我一些natural的 一些shine的光澤 那所以呢 它是沒有什麼這個效果 所以我就會給三隻瓊魚給它了 另外光澤方面呢 我就會給四隻瓊魚它的 因為呢 你會看到呢 我是完全有一些很natural 自然的光澤在面上的 塗完之後 毛孔的遮瑕呢 都是非常之那麼好的 所以我是給四隻瓊魚 而它的名字都說到啦 它是hydrating的CC cream 那它的保濕都真的挺好的 是不會覺得乾的 所以是有四隻瓊魚 接下來就是妝感啦 那究竟什麼是妝感呢 很多時候呢 就算你很有光澤也好 或者遮瑕度很好也好 但是你看到它的妝感很重 它的效果呢 好像塗了很厚的粉 我就會覺得那是一個不好的妝感 那這一支CC cream給我的妝感呢 都是非常的不舒服的 所以我都是給四隻瓊魚的 四隻 四隻 好啦 關完這一支的CC cream之後呢 然後我這一半邊面呢 就要試這一支 Illumination的CC cream 那這一支呢 就比較上是有光澤感重一點的 就是我當時去Sephora 試一隻手的時候呢 我就看到 哇 好像很閃的 你會看到呢 它很有珠光的 你看到嗎 它的反射呢 是好像有一顆顆顆的粉 的閃粉的感覺 你看到嗎 然後我當時還很擔心 上到臉的感覺會很亮 但是其實是不會讓我試給你看 那呢 我就用Beauty Blender的另外一邊 上 你會看到我這些暗瘡位的 對不對 大家會看到呢 在這個陽光底下 你會看到呢 這一邊的妝感 是明顯地有光澤過這邊的 這邊呢 就是More Light Natural Skin 這邊呢 就好像是有一個 Glowing少少的效果 看到嗎 看到這些位嗎 這裡是沒有的 那但是呢 它的感覺上呢 都會相對地薄一點 所以遮瑕度呢 都是沒有那麼高的 如果你皮膚本身是很白滑的話 用到這個CC Cream 就會令到你皮膚 看起來更加Natural 還有更加有水潤的效果 那這邊的Foundation 主要呢 就是令到你看起來呢 有遮瑕得來 都看起來好像有好的皮膚的感覺 那還有雖然試上手的時候呢 它是有那些珠的感覺 那些閃粉的感覺 但是塗到上面呢 是完全看不到的 還有是看起來非常自然的 亮的效果 那呢 如果說遮瑕度的話 那這一支Illumination的遮瑕度呢 我是給三隻鯨魚的 因為你會看到呢 比起這一邊的遮瑕度呢 明顯是低一點的 所以我給三隻鯨魚 那因為它比較薄的關係 所以它持久度呢 都沒有上一隻那麼高的 那所以呢 它有三隻鯨魚 那光澤方面呢 我就覺得它是最出色的 因為它真的有一個很自然的 很漂亮的一個 natural finish的光澤 給五隻鯨魚的 因為它是Dewey finish的關係呢 毛孔方面呢 好像比如說鼻子的這些位置呢 它會明顯把毛孔放大 那如果你想有這個finishing 但是又不想讓毛孔放大的話 怎麼辦呢 只要你塗一點點 Lose Powder在這些位置 那就可以block了 那個令毛孔放大的那個 那個令的效果 那但是如果不用Lose Powder的話呢 是有三隻鯨魚的 保濕方面呢 它都是有四隻鯨魚的 是很hydrating的 的確是 接下來呢 就是那個妝感 那我塗完之後呢 都完全沒有那種很灰呀 皮膚很有粉底的感覺 甚至乎它的妝感是比這支CC Cream 更加的離得natural 所以呢 它有五隻鯨魚的 五隻 好啦 我這邊已經下了妝了 大家看到那些印啊 所有東西都出來了 那我現在呢 就會用那支MAD的CC Cream 給你們看看效果究竟是如何啦 好啦 現在試了 不如我在陽光的地方給你們看 真的好feel的 自己在酒店裡拍 走一走去都行 有這麼多位 哈哈 看到嗎 看到的效果嗎 是明顯的 那剛才那邊都是有一點光澤 這邊呢 完全是扁了的 立刻呢 好像一塊畫布那樣 那這邊呢 光澤你會看到啦 是超 illuminating 超有光澤 這邊呢 是MAD 大家看到嗎 我只是上了一層 但是呢 遮瑕度呢 都是非常之高的 我是沒有塗任何的遮瑕膏的 先說明先 好 回來給分了 給鯨魚了 還有入到室內呢 大家都可以很明顯看到 illuminating 和MAD的分別 這邊呢 看上去的臉 是比較立體的 這塊臉 看上去就是flat 看看你喜歡哪一類型的效果 那它遮瑕度呢 是比頭那兩支更加強 那所以MAD的這支 是有五隻鯨魚的 持久方面呢 因為它是厚過前面那兩個 不同系列的CC Cream 那所以呢 它都是有五隻鯨魚的 胸油我也是給五隻鯨魚的 但是光澤方面呢 它因為它真的很MAD 很MAD的關係 是完全拿了光澤 所以我是給一隻鯨魚的 那保濕方面呢 它明顯是沒有之前那兩隻那麼保濕的 所以我是給兩隻鯨魚的 那妝感方面呢 因為它coverage高了 還有MAD的關係 看上去會明顯給illuminating 這隻的感覺是會厲害了 那所以呢 我是給三隻鯨魚的 三隻 所以簡單來說 如果你皮膚本身已經是不錯的話 如果你又想令到臉有一點光澤的話呢 你就可以試一下這支 Illumination 但是如果你像我這樣 皮膚有一點瑕疵 又不算很差 但是有需要遮瑕的 但是我又不想看上去皮膚太厚妝的話呢 我就一定會選銀色的這支CC Cream 那如果你皮膚是有很多暗瘡啊 濕疹啊 很多印啊 不同的感覺的話呢 我其實這兩支呢 我都會建議給大家用的 因為我剛才說過啦 因為這一支CC Cream是 buildable的 所以你可以試一下用銀色這一支上一層 如果覺得遮瑕度不夠高的時候 你才可以再上多一層的 如果你平時毛孔是非常粗 但是或者你是男生 或者你的皮膚很粗獷的話呢 你可以用這一支CC Cream 今天呢 我也都很想說這一支concealer的 這一支呢 都是It Cosmetics的 叫做 Bye Bye Under Eye Concealer 這一支的Under Eye Concealer呢 我想說呢 我是用了一點時間呢 才揣摩到它怎麼用的 當我運用適當 和適合的方法去用這支concealer的時候呢 我又發覺 是差很遠 超級遠 所以我決定在這條影片 告訴你這一支concealer 究竟是怎樣用的 那當初為什麼會吸引到我試這支concealer 就是因為我上網看到呢 很多一些整容的人 或者是皮膚有疤痕的人 總之皮膚很大疤傷口的人 都可以遮到它們的傷口 可想而知它的遮瑕度是多麼高 首先我們告訴你它的秘訣 就是呢 你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 這支concealer 塗在手上 千萬不要直接這樣塗 因為呢 你是不會work的 是不會有那個效果的 你一定要先塗上手 OK 塗上手 用手去掃 掃了 掃開了concealer 接著在手指溶完之後呢 接著才好用その手指上 再三 講一次千萬不要 lemon done ça 因為是一定會work的 一定要先在手上了 我想說它的遮瑕度呢 是極度無啜膏 膏都不得不止多 而且它是很適合眼底用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試過塗很多遮瑕膏在UnderEye的時候 塗完之後那個眼紋會更加顯 而且眼睛感覺會很灰 但是這個效果絕對不會啦 給你們看一下 你看看 你看看看看看看 眼袋沒了 乾 遮瑕度是超高的 你看看這邊 再看看這邊 我只是塗得很少的遮瑕膏 都有這樣的效果 精神多少 精神 眷容 精神 眷容 是不是很大分別 這支遮瑕膏真的很棒 超棒 就是它這麼棒才一定要推薦給大家 大家一定要記住在一隻手推均勻 推開它才好 否則簡直是災難性 相信我 塗完少少遮瑕膏之後 我今天的底妝就完成了 因為我現在要去吃飯的關係 我就會畫少少的樣子 先 首先打掉我就用了Urban Decay Eyeshadow Primer 上少少Eye Shadow 加眼線 快漂亮 然後再上少少Cream Blush 最後就用到這支Buy Bye Pores的 Powder 那這個Powder開的時候 我只是拆開了少少的洞 那粉就不會飛到周圍 都是啦 我是用Beauty Blender上的 還有我想說這個Powder 它是有少少黃的 這個粉 它不是純的透明色的 所以它是會令到你的粉底是有少少偏色的 但我上的時候又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大家試這個粉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塗少少Found Foundation 或者CC Cream在手背上 然後再試這個Powder 那就可以試到最好的效果啦 漏了點不塗上唇膏 我整天都忘記噴Setting Spray的 但是幸好我今天記得噴上 Urban Decay All Nighter Setting Spray 記得噴Setting Spray的時候要打直噴 就像這樣 然後等它乾 那這個makeup就可以更加的長久了 好啦我現在要出發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這條片 記住要Subscribe我的Channel 逢星期二和星期四呢 我都會有新片出的 所以你按個鈴鐺就會有個Notification的 同時間記住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條片見啦 Bye Bye 臨走之前都要用在這個放大鏡 怎樣?皮膚今天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嗎? 合格嗎? 看這間房子多漂亮 我都沒得享用這間房子 我就要走了 不要緊啦 下次見啦